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场考试 报考人数40万 最终录取388人 也就是说 1031个人里 才考上了一个 而更牛的是这届考生 后来有五个位列唐宋八大家 九个官智宰相 一个成为名将 彪秉清史 而且他们还都不是状元 这届状元又是谁呢 这届最牛的考试 发生在公元1057年 北宋嘉佑二年 这一年的北宋建国百年 政权稳固 百姓安康 开科取士 那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宋仁宗为这场考试指定了考官天团 文坛领袖 汉林学士欧阳修 担任主考官 宋师的开山祖师梅瑶辰 担任副考官 但是估计宋仁宗和考官们 也是没能想到 这次录取的学子当中 竟会出现数十位名动千古 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人物 最有名的当属苏是苏哲两兄弟 这一年 苏巡带着两个儿子从四川来京赶考 两子接中近视 有趣的是在这期间 苏巡带着自己的文章 拜访了欧阳修 欧阳修欣赏他的才华 向宋仁宗举荐了他 也就是说 这次考试让苏氏三父子 一举文明天下 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还有曾拱 曾步 曾慕 曾父 四兄弟 同科级地 曾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步后来官至宰相 显赫一时 这一年38岁的张赛也 中了进士 他后来创立了官学 写下横渠四句传天下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年 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的 陈昊 近视极地 他与朱熹的学说 并称 成诛理学 直接影响了 一千多年来 中国人的思想 这一科近视中 有九个人 后来官至宰相 除了咱们刚刚提到的曾步 还有吕慧卿 张敦等等 其中吕慧卿协助王安石变法 对北宋发展影响颇深 这一科近视中的王韶 后来领兵打仗 以奇迹 奇节 奇少著称 细称之三奇复始 王韶主持的 西河开边 收服六州 是北宋八十年来 所取得的一次 最大的军事胜利 可是你发现了没有 咱们说了这么多 都还没说到这一届的状元 他是谁呢 状元张衡 同科近视 张敦的侄子 叔侄俩一起考中 老张家很高兴 但是呢 张敦觉得考试中 输给了侄子很丢脸 于是扔掉了录取通知书 两年之后再考近视 后来官至宰相 侄子张衡也不错 多年在外任职 颇有官名 这场考试最高兴的 还是宋仁宗 一场考试就网罗了 如此多的天下精英 最后的电视结束之后 宋仁宗特别喜欢 苏氏苏哲 兴奋的说 我又为子孙 找到了两位太平宰相 可惜啊 宋仁宗的子孙 没有珍惜这样的人才 不怕 很快 没错